這個短片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錯覺藝術圖 這是最近在網路上蠻瘋傳的一個圖 那他是跟你講說其實這兩顆球的顏色是一樣的 但是當你把它說得越小的時候 你會越發現它的顏色其實是不太一樣 但其實這是一個錯覺的狀態 當你把它解剖之後你會發現其實它的顏色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個東西可以用Excel來畫 Excel畫還蠻快 那我把它這個分開來看 我們把它拉開來 把它移到旁邊 你就會發現兩顆球其實是一樣的 你看我把它刪掉 我再從這邊再複製一顆出來 然後呢點這兩個點點 Ctrl選舉之後把它拉過來 擺進去 那這個要把它移到 點住右鍵最上層 移到最上層 這時候呢你就會發現 兩個是不一樣的顏色 那其實這是一個錯覺的 藝術圖 在網路上其實你可以搜尋錯覺藝術圖 還有很多很奇妙的東西 但是這一個 是我最近看到覺得還蠻新鮮的 我一開始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所以我自己用Excel來畫了一下 才把它解開來 那這個東西呢 比較特別的大概就是 這顆球體吧 有的人會想Excel怎麼畫這種圓球體 你可以點選插入圓圈圈圈圈 這一個 然後立體選項 點進來之後呢 這一個東西把它改成100 你如果覺得不夠遠就200 應該是150 看一下 150會變得有點尖尖的 140 130 120 120就很圓了 所以你就改120吧 這樣就很漂亮了 那我們把它刪掉再一次 拉過來 就有一個 同樣顏色的球體 tmt按住 然後把它移過去 這樣子 就可以再複製一個出來 那我們再把它擺進來一次 那這個要右鍵移到最上層 這一個也是喔 那你要縮小去看 你如果放很大的話 你看不出來它的錯覺啊 Ctrl加滾輪可以放大 那這個點要怎麼畫 其實這個點是最簡單的 點要畫這麼多其實有一些吃資源 你如果電腦不夠好你要小心喔 那我們點一樣是圓圈圈喔 Shift按數 正圓 然後你就選一個紫色吧 沒有邊框 這樣子 然後一個一個複製喔 我示範五個就好了 做太多我怕 電腦等一下卡住 然後你把它點這一個 常用這裡有一個選取物件 你把它圈起來之後呢 那格式這裡有一個 靠右 然後對齊之後呢 你要按垂直 那你再把它往下拉 可以再複製喔 那你可以越複製越多這樣子 Ctrl按住可以再複製一次喔 那你再把它圈起來 那你再把它圈起來 那它排的時候要排 類似 不要那麼整齊喔 它是要一上一下的 這樣子排 它是要你這樣排 那你這時候如果覺得累的話 你可以再複製 這我先把它拉到最下面 我把它複製起來 再複製出另一半 這樣就很快 好 然後呢 再把它圈起來 再把它圈起來 我們把它點住喔 複製一個出來到外面 這時候呢 把這個球給刪了 然後我們把這一個 改成黃色就可以了 電腦有點卡卡的 再一次 改成黃色之後呢 我們把它拉進來 你就會看到 剛剛那種 錯覺藝術圖就完成了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把它縮小 把下面這個多出來的球刪掉 還有 還有上面這一排 好了這時候呢 就可以完成一副 錯覺藝術圖了 你要縮圖的情況下 是最明顯 那你如果沒有縮圖 你把它放大來看 是比較不明顯 那有些東西呢 真的是要自己畫出來 親自驗證之後 你才會嚇到 好啦那這個短片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好 好